大家好,我是Hurry 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出去吃中餐 都喜欢点酸甜开胃的菜式 而且不论年龄大小都喜欢 有一段时间我买了很多冬鸡扒放在冰箱里 一来比较便宜 二来冬菜里面鸡的菜式非常多 如果加上西式就非常的丰富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开胃西岭鸡扒 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更生 说不定可以帮你找到更多美食零件 多谢支持 首先把柠檬用盐搓一下表皮 然后放入温水里面浸10分钟 可以令到柠檬皮更加干净之外 还可以在炸汁的时候不用太用力 时间够了就抹干柠檬 然后刨皮 刨成细丝后放入管道 刨丝会令到口感变得清新 到时酱汁里面有柠檬丝非常之好看 刨的时候你闻到淡淡的柠檬味都很治愈的 薄薄刨一层就好了 不要刨到白色 如果不然就会带一些苦洁味 刨成细丝会令到柠檬味 切开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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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开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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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碗蜜糖櫓水放在鼻肉 另外拿一个碗放入1.5茶匙吉士粉 倒入大概30毫升滚水 搅拌均匀鼻肉 冻鸡扒昨晚已经在冷凍格放到雪藏格解冻 现在只需要拿出来用清水清洗一下 厨房纸抹干就可以了 切了鸡皮和多余的脂肪 用刀在鸡扒厚的地方轻轻割开它 不要割断 这样可以令到鸡肉变薄一点 好入味 亦都容易折 或者炸 令到鸡扒看上来大快一点 心理上都觉得自己赚了 是不是 放入1茶匙叶 1茶匙糖 1汤匙料理酒 1汤匙甜湿油 2.5汤匙苏米粉 全部搅拌均匀15分钟 在一个小碗里打一只鸡蛋 搅拌成蛋浆 1个大碟放入5汤匙煮熟米粉 开一只大碟 待会不够可以再加点熟米粉 拿一块鸡扒 在粟米粉里包一层粉 然后鸡扒两边都上一层蛋浆 再上一层乳米粉 全部包好粉就开始炸 其实煎又可以炸又可以 主要看你喜欢的口感 大火开锅下油 我的油是昨天做咕噜肉过来出来的 所以有点多 平时大家自己做的话 油量铺满两次锅底就可以了 筷子头试油热后放入包好粉的鸡扒 轻轻拖一下 不黏底就可以了 以后就不要动鸡扒了 大约炸1-2分钟 一边炸到金黄色就会另外一边炸 炸好的鸡扒用滤网来隔油 锅里边剩下的油也过来一次 洗一下锅倒回刚刚炸鸡扒的油 筷子头试下油温 如果去标铺就代表油温调了 把鸡扒重新放入锅里边大火炸一遍 增加香脆的口感 每边大约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炸好之后就放入锅里边隔油 重新洗锅 加大约1汤匙的油 油热好之后助量的蜜糖棉墙汁 调成小火的状态 再浸投进吉私粉水 煮到稍微再稍稍把冷日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太轻加生粉水 但不要而太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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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最後臨上逼不及代入大顯身手的西檸汁 這裏開胃西檸雞扒經已全部完成 配白飯或者炒飯又或者撈麵都非常之感正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請subscribe share和lik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沒有錯過失眠出街非常感正 祝各位身體健康